今天周五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鼠 俗话说小鼠过一日热三分 中央气象局则表示说 因为高压强 云量偏少 其实在这个周末之前天气都会很热 尤其大台北跟花东地区 有机会飙到38度的极端高温 气象局局长这名点就是在脸书上发文分析说了 现在不止台湾热 其实是整个地球都在持续地创高温记录 这并不是好现象 令人担心 白天太阳热辣辣 民众等红灯过马路都得撑起阳伞 或躲在树下乘凉 7号是24节气中的小鼠 而俗话说小鼠过一日热三分 接下来的天气会越来越热吗 直到周日各地可以看到 其实在平地都是红彤彤一片 大致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度以上 可能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地区 一个是在大台北地区 然后一个是在花东纵谷 一个是在屏东的晋山区 因为太平洋高压强 各地云量偏少 让全台呈现烤番薯 气象局市井 尤其双美市跟花东地区特别热 有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 而气象局局长郑明点 更在脸书发文分析 现在不止台湾热 整个地球持续再创高温记录 而且是很大幅度的突破高温记录 这不是好现象令人担心 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也po文表示 地球正在发烧中全球在7月4号5号 这两天的平均温度再创历史新高 异常偏暖的区域包含亚洲等 其中最夸张的是南极洲 是一直突起的一年 大部分都是跟声音现象会比较有关的海洋 它出现非常大范围面积的一个天暖的一个现象 2023年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个上升的状况 人类面对极端气候的问题恐怕越来越急迫 这里是盖尔蒂 台北播导